Hello大家好,这里是大叔 本期呢给大家展示一下 FCE平台上那些丧心病狂的核卡 那这样的卡带呢 一般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出现 数量呢就不断的向上攀升 但是这样的卡带没有什么实际的作用 因为它里边的游戏呢 一般都是五六个啊 多的也就十几二十个吧 所以说很少有后来的人呢 把这样的卡带啊 倒到网上变成入木 然后呢给大家玩 大叔也是费了好大的劲啊 才找到了两个 而且你找到这样的入木啊 你还很难找到能够运行它的模拟器 大叔现在手上的第一个啊 就是给大家现在看的这个 888888合1 游戏大概是 大概是十几个啊 游戏大概是十几个 十五个 有冒险岛 吃饮战士 也就是所说的水上混豆罗 然后奥运会 设计游戏 这是雪人 冰封 成龙踢馆 你像还有拆方弓 这个什么什么什么 这个游戏也很熟悉啊 还有前线啊 大蜜蜂小蜜蜂 一共游戏呢 就这些 十五个啊 他就反复的循环啊 一直到888888合1 那给大家再看一下第二张卡带啊 好的 这就是第二张卡带啊 第二张卡带是 99999合1啊 这个数量级呢 其实和当年的那些卡带啊 基本上是没法比的啊 因为后期呢 出现了啊 99万啊 9999合1这种 甚至900多万的啊 一会给大家看一下极限 那这款 999999合1呢 我在文件的体积上看啊 就比刚才那个88万那张 就大一倍 所以说他里边的游戏也更加多啊 然后 BGM和刚才那张卡带一样 采用的是 FC平台快打雀风的BGM 大家注意到这个屏幕上还带有这种 动图的效果啊 所以说这张卡带啊 应该比上一张卡的素质要好一些 他的游戏也更多啊 你看第一个就是长马三 然后魂诺罗24合1 应该是有各种功能的啊 快打旋风啊 什么足球 哎 厉害了啊 愤怒的小鸟 直播大战僵尸 马辽兄弟 潜艇 战斗潜艇 足球 马辽医生 火箭车 街头小子 红金特工队 直升机 大力水手 这个游戏真的不少 忍者军 爱的小物 还有什么吃斗人啊 功夫了 星际战机 摔焦 哦 这个游戏多啊 这个游戏多 Hello Kitty 大概278个游戏啊 大概278个 到后面呢 仍然就是重复的了啊 那 其实 在网上再也 大叔再也无法找到更多的了啊 接下来只能给大家看一下图片了 好 接下来这张卡带大家数一数啊 999万 9999合一 这样的卡带呢 其实 一般都是和一些山寨的FC的游戏机啊 捆绑的啊 一般是一个游戏机 然后里边呢就搭配一张这样的卡带 如果你当年是花钱买的这张卡带啊 那你亏大了啊 相信很多小伙伴呢都上过当 尤其是一些80号的和90号的玩家啊 那这样的卡带呢 其实除了这种黄色的啊 形态各异了啊 还有这种黑色的啊 估计买到的玩家都要慢接了啊 那其实啊 999万不是这张卡带的极限啊 大叔在网上找到了这样一家奇葩的故事 给大家看一下吧 它呢是生产这种山寨的FC游戏机的 你看它还带了一个光枪 然后它游戏机的外形呢 实际上是仿造的微软的Xbox一带啊 但是手柄呢却不是了 手柄呢不是了 有点像北通的那种小手柄啊 然后 这台机器 为什么我觉得应该会被载入实测呢 给大家看一下它的产品说明啊 来这里 我厂价直销啊 跟大家说一下啊 它这个售价是20块钱啊 20元人民币 然后呢 它就带了这些东西啊 你看有游戏机手柄一对啊 然后适配机一个 就是电源啊 适配机就是电源 电源适配机嘛 游戏光枪一个 这个光枪我都不知道能不能用上啊 那这张卡带里可能根本就没有光枪游戏 然后啊 信号线 这个线 这是最原始的了 三条线嘛 红白黄啊 分别是视频 然后左右升到 然后游戏卡带一张啊 注意啊 呃 我数一数啊 大概是 九千九百九十九亿 九千九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九十九和一 哎 废话量小的都说不下来啊 也还可以加印logo 也就是说你可以利用它这个打造自己的品牌啊 游戏种类啊 十四和一 也就是说 这九千多亿和一啊 只有十四个游戏 那好吧 那咱们终于也见证了这个 FC核卡的数量上的极限啊 能够做到九千多亿也是非常的不容易了啊 相信很多当年的老玩家们呢 都见过这样的卡带啊 不知道现在有没有 所有们自己手里还有个一两张呢 那好吧 那今天关于FC核卡的视频呢 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啊 感谢大家收看嘛 咱们下期再见